阿罗哈柯云一名成姓女随车员 她因为怀孕了 因此向公司来请调售票人员 没想到竟然被主管嘲笑说 你有看过公司大肚子还在卖票的吗 甚至还暗示她离职或是留职停薪 同时呢就以孕妇的这个尺寸制服 现在没有来拒绝转调 员工非常不满向劳工局来申诉 认定阿罗哈公司歧视怀孕 开罚十万元 随车员穿着贴身制服 亲切笑容为乘客服务 却有女员工怀孕 不但被主管嘲笑 还暗示要她主动离职 前妻女员工去年到阿罗哈客运当随车员 怀孕后向主管请调售票员 没想到主管竟然说 没看过公司有大肚子在卖票的 女员工拿存证信函向劳工局申诉 认定阿罗哈客运歧视怀孕 开罚十万元 这句话应该是说 她们平常工作在一起的时候 讲话很随性的话 不是说她怎么样去嘲笑她 因为柜台 她是要站着售票 所以这个 怀孕的人不适当 也强调说没有适合应付的尺寸 所以在这个部位 而且说这个售票里要穿高跟鞋 而且要久站 那今天这个应付来转脚 但是还按时她要自动一次 或是留子的情绪 顾形象不让怀孕员工担任售票员 还为主管失言遭开罚 反让公司形象扣得分 最新闻成家 主要在SNG小组 新北市民 这三个人 一直在这一步 我可以把你扔高跟鞋 再让你扔高跟鞋 我这个地方 不想是 对 你这就是 我